听故事,品历史,这里是历史映像机,我是宁哥 三国时期有一位被遗忘的伟大发明家,叫做马军 马军拿到诸葛莲奴时,年龄已经很大了 但仍然对器械类的东西很感兴趣 他经过仔细研究后,认可诸葛亮的构思巧妙 但认为诸葛莲奴仍有可以改建的空间 于是他将诸葛莲奴重新改良 改良后的诸葛莲奴一次可发五十支箭 比起原来的十支箭,威力整整提高了五倍 看来遇到真正的行家,诸葛亮还是有点不够看 但是也可以理解,毕竟诸葛亮是业余的,而马军是专业的 作为真正的发明家,马军的发明还真不少 马军的发明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几种 新式制灵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私制品的国家 而马军发明的新式制灵机,用起来生产效率提高了四到五倍 而且简单好用 之初的花纹也变化多端,非常奇特 马军的这一项发明大大加快了中国私制手工业的发展速度 提升了百姓的生活质量 还原指南车 指南车的发明很早,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 据说皇帝都是通过指南车辨别方向 最后才击败了赤油 到了三国,指南车早已失传 很多人只是听说过,但没有人见过指南车 马军下定决心要重造指南车 却遭到同僚的耻笑 文献缺乏,没有模型 但马军凭借自己的刻骨钻研,反复的测试 最终运用插动齿轮的构造原理 成功造出了一台指南车 赢得了满朝文武的敬佩 指南车及车上装上四南 四南又名指南针,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龙骨水车 马军在卫国时一直是一个小官 他经常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的需求 洛阳城外有一片空地无人耕种 百姓想拿来种菜 可是这块地地势太高,灌溉是最大的问题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块地只能荒在那里 马军知道后决定帮百姓解决困难 经过无数次的失败,马军终于制造成功 由于他的形状看上去很像是龙骨 后世称为龙骨水车 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生产工具之一 马军发明的龙骨水车 几千年来一直应用于农田灌溉 非常普遍 甚至是今天仍然有些农村 在使用这种水车来进行灌溉 乱世的三国 很多人只记得诸葛亮、刘备这样的英雄豪杰 却忘记了那些真正为历史做出突出贡献的人 马军可能并不出名 甚至很多人都不认识 但是他在历史上做出的贡献 是最贴近生活的 也是最实在的 尤其是他的这些发明 远胜诸葛亮 这样的发明家不该默默无闻 他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铭记